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摘的时候可能一个艺术品就会诞生了 老师是最方便的专家是不是 不应该说是专家 正在研究中 当年我在加拿大画画的时候 出去画写生的时候 一笔下去就结冰了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先照 然后回到家里再画 你还记得你第一张用这个照相机拍下来的照片的景色是什么 你还有印象吗 应该是一个农庄吧 我是在车上面照的 那么结果我回到家里去画的时候 发现我没有风声 没有雨声 没有鸟声 我就画不下去了 结果反而觉得说少那些自然音就无法作画 对了 所以我的朋友看了说 你的照相好像一张画一样的 从这样子开始 我说为什么不用相机来画画的 就从这样子开始 其实很多人对于这所谓的极创主义 会想说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吗 好像从来没听过 所以说我们可以请老师再帮我们深入的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极创呢 很简单来讲 就是用相机来当画笔来画画 用感觉来感觉 一般大家用感觉其实在分析 或者说用当时面对的美景 用感觉去扑着 可以这样说 是我随便照还是随意照 随便照往往照不出什么好的照片来 随意用自己的意识面对你喜欢的美景 可以创作出一个很美的作品来 通常我们看到有一些 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些摄影作品 它们可能要特别到比如山上或是海边 甚至在可能战地 它们要拍出这个人物啊 可能最心中刻画的一些心情等等 但是极创的话会需要有这些所谓的条件在吗 如果有这样的好的条件到明山大川去拍的话 是应该很理想的 或者是有体力的话 或者是有胆量的话去做战地记者 可是因为我们在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里面 所以就没有这些战地啊 或者是那些困难 嗯 七窗主义呢 也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困难 反而变成很困难的 就像秋天 对 红月你去照红月 因为已经太美了 所以你反而就觉得很困难 嗯 你去照荷花夏天 荷花本来就是很美 然后你就去照荷花 那你会觉得第一章很好 再下去就找不出来了 嗯 所以我想七窗主义的困难度 就在一个非常平常的环境里找出它的美来 当然我们也知道 除了这个所谓的瞬间这种灵感啊 还有这个拍照功力之外呢 然后冲醒照片它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七窗主义的就认为不需要完美 所以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结下去就是把输出照片 黄振生先生 他是出名的输出 他是完美的 是讲 他说照片 讲谁是照片 不是大小的 那是要有一种张力 不是说你照片放大就好 嗯 所以在某一个情况下 一个比例的问题 一个空间的问题 嗯 对你来讲啊 你印象中 最有挑战的是哪一个 最有挑战的应该是 拍 风 拍风 拍香味 拍香味 对 哇 拍好听的音乐 嗯 嗯 这个要怎么拍出来啊 哈哈 但是拍那种感觉就是虚的东西比较大 实的东西很容易拍 嗯 也就是说 其中主义和其他的艺术都是一样的 我们到最后 到最后 是画我们的自画像 对 因为通常我们提到摄影啊 大家都想到哇 拿那个大炮有没有 一定要非常专业 然后钱要给它砸下去 可是其实老师你推广就是 不需要这么样的一个专业的器具 或是昂贵的器具 只要你有新的话 随时都可以拍出很美的风景 哦 我觉得 器具也是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不能说没有 嗯 当然 这个是 我这组装开始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摄影 你觉得不足的时候 不够的时候 你再去学 现在呢我要来体验一下 极创咯 那老师当我的model咯 好 看看哦 正常呢 如果我要拍一个人的话 我就是会这样子拍 对 我这感觉好像就是 最一般的拍法了 老师你看一下 很满意吗 嗯 我不能说不满意 可是 还有其他方法 首先 如果 嗯 我如果 手指拍成 它会这样子 可能比刚刚要 好一点 哦 可是呢 可是呢 如果你 从这边 玻璃这边去拍 你试试看 哦 玻璃 你从一样的 你拉近一点 哦 哦 好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的镜头 其实我这样显现出来的话 这边就是有另外一个 老师在这边 哦 好的 哦 这样子就会是另外一种风情 是要这样的感觉吗 老师 是的 是的 可是你这个人没有拍进去 哦 还是没拍进去啊 对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 极创的奥妙之处啊 那当然了老师今天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作品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是这一幅 让我来想想 我感觉它应该是要拍个 树叶吗 施主您别再开玩笑呢 是荷花 哦 水墨的荷花 当时你说是在下雨的情况 对 哇 然后是在晚上 晚上 这个颜色呢 是地上的反光 哇 是地上水的反光 反到商店的霓虹灯 反到地上 所以在它 因为它动作很快走过去下雨 大家走得很快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 这种比出的感觉 哇 这样子其实如果真的不解释的话 真的看不出来说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含义在 感觉就好像是一对情侣啊 或是这个爸爸带着小朋友啊 然后在看夕阳的感觉 而且我特别要讲的是 我们七创主义 并不是把它造模糊 而是这个画里面有聚焦的地方 只是因为动作快 所以它产生一种模糊的感觉 动态的感觉 好 当然相信有些观众朋友啊 看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呢 也想要加入这个极创的世界的话 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这些新手们呢 我建议大家平常没有在摄影的时候 看周围的事物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去找美的地方 对 当然呢也相信啦 现在我们这个手机啊 以后拿起来呢 就不要只拍给什么食物啦 自拍啦 对不对 要保有这样一个自信 还有谦虚的心情 用心去观察一下周遭的事物呢 你也可以成为极创的高手咯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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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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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